这是政府特意为穷人们定制的一款VR游戏 只要带上这枚小小的笔甲 让身体彻底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时就能进入到游戏世界 在这里穷人们再也感受不到饥饿和疲劳 也不再被法律和道德所约束 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杀戮 因为只要能击杀游戏里的惯物 就能获得政府提供的食物和住所 甚至还有知心姐姐的心理援助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在了游戏之中 彻底地与现实世界脱节了 而这也正是政府的目睹 防止无所事事的穷人们危害社会 但这也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对这一切还全然不知的强哥 这天正跟往常一样与队友进行三排 在轻松达成了今天的任务目标后 松懈下来的他开始闲逛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 他无意中发现不远处一颗石头出现了虫影 好奇之下的他跪着石头开了两枪 谁料这时整个空间都发生了扭曲 强哥还以为触发了隐藏任务 试探性地往里走去 可系统却在此时提示他禁止靠近 但强哥压根就到没听见 穿过未知的屏障后 强哥来到了一片寂静又诡异的空间 这时一头怪物的身影缓缓出现 就在强哥的注意力被吸引的同时 我也简单说两句 最近总有粉丝问我 没车没房在哪里找腹白妖戏的妞 那还不简单 用最近超火的相亲软件牵手啊 没车陪你一起挤公交 没房陪你一起租房 没钱一起挣钱 牵手的女孩子都不在乎条件 现在点击评论区 牵手红娘一对一帮你匹配你喜欢的小姐姐 还免费教你如何跟女生聊天 简直就是直男救星啊 与此同时 另一头怪物却从身后对强哥发起了偷袭 将一枚神秘装置安在了他脖子上 反应迅速的强哥赶紧将他扔了出去 并直接将其击毙 也就在这时 在装置的影响下 强哥发现系统正在逐渐崩溃 他低头一看 又发现自己的双手变成了机器 周围也成了战火肆虐过的残颜断笔 而在他身前 一个女人守在鲜活的尸体旁无声地哭泣着 看向强哥时 他的眼里还带有绝望和仇恨 强哥彻底地慌了 他终于意识到 他一直所沉迷的游戏竟是控制着机器杀人 周围的那些队友也全是一个个冰冷的机器人 他们在系统的伪装下 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当成怪物无情击杀 整座城市在战火的肆虐下也早已成了废墟 看清真相的强哥绝望了 他一把将脖子上的装置扯了下来 在看到系统果然正在逐渐恢复时 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退出游戏后 痛苦的强哥蜷缩在了角落 他依旧无法接受这残忍的真相 但他并不知道 发现真相的他已经被系统所察觉 随着大门被猛地推开 另一个机器人缓缓地来到了他身前 而在他眼里 强哥却已经成了系统标记下的怪物 感谢观看